好几辆消防车聚集在路边 警察也站在一旁指挥交通 这样的大阵仗 连小朋友都好奇发生什么事 靠近一看地上满是玻璃碎片 原来是一间牛肉面电发生瓦斯气爆 消防队货报赶到现场不现射水 那人吓一跳 插电以为又要爆炸 赶紧朝火光射水扑灭 因为还有同事拿手电筒在里面搜救 事情发生在新北市土城 当时牛肉面电的老板划瓦斯时 疑似气体外露碰到火源当场爆炸 造成老板双手二度烧烫伤 剑飞的玻璃还划伤在场的客人 现场为12层建筑物 一楼厨房起火 同人抵达后立即布线抢救 迅速将火势扑灭 镜头转到台北市北投 一间公寓家盖顶楼 熊熊火焰在燃烧 附近居民焦急的围观 就怕火势蔓延开来 锦销花了半小时扑灭 幸好当时屋内没人 黄庸市公寓起火 红色火焰从窗户窜出来 天空中都是浓浓黑烟 清晨五点多 民众都还在睡梦中 幸好消防队员及时赶到 救出22名住户 没人受伤 快过年了 火灾频频传出 民众可得留意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TVBS国际新选择